该自他本来不耳了 自是自己 他是阿弥陀佛 自是苏婆世界 他是极乐世界 从珍宝 从义宝 都是 本来不耳 所以 肯定他力 我全部靠自己了 全靠阿弥陀佛 靠他力 自他本来 我这个全靠他力 原来是全行全力 还是自力了 他力就是自力嘛 自力就是他力嘛 他力跟自力 集合成一个力 就要办了 即使 与此难行之法 能生尽心 男性能性 全有当人之 无上智慧 此即是自力 那有无上智慧的人 快 感应非常快 没有无上智慧 感应比较缓慢 有感应 缓慢要多久呢 绝大多数 三年 我们在净土 神仙路 看到了 在往生传 看到了 在我们现前 在我们现前 一些学 净土 念佛 求往生 同学身上 看到了 台南的将军乡 四十年前 有个老太太 念佛 三年 站着往生 我们提起来 当地的人 都知道 真的不是亚天 在家居士 念佛三年 欲知识知 往生 记录时期 站着寸 三年之前 他不懂 什么叫佛法 人一生 心地善良 老实 慈悲 三年前 儿子去媳妇 媳妇懂得佛法 劝他婆婆 不要去到处乱拜 他是那个时候 什么神也拜 心也拜 神父不分 就跟他讲一点 佛法道理 他听得很欢喜 别的地方不去了 家里设个佛堂 供养西方三生 天天念阿弥陀佛 哪儿都不去了 三年 他往生 真成功了 愈知识知 老太太很聪明 往生的日子 没有给家人说 给家人说 怕发生障碍 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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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生这一天 他是晚上往生 老旧吃完饭的时候 他告诉他的儿子媳妇 儿子媳妇都很小顺 告诉他 你们先吃饭 吃完饭 我去洗个澡 你们慢慢吃 可是儿子媳妇 还是等他 等他洗完澡 一起吃饭 等了很久 发现有点不对 怎么老太太洗澡 这么长的时间 到到房间去看 确实换了衣服 真的洗了澡 人不见了 还没有人答应 到处去找着 在佛堂 穿着海裙 站在了一条 面对佛像 手上拿着念珠 叫他不答应 仔细一看 走了 吃完饭的时候 走了 渡化很多人 南台湾地区 没有人不知道 看到他这样 这么一个人 学佛不过三年 这样的成就 大家相信了 那 我在佛光山教授 那一年 我四十四岁 他往生的那一年 前一年 我四十三岁 倒在这往事 我们听了 非常受感动 真的不是假的 时间不长 三年而已 他为什么那么 那么样有成就 他这么放得下 哪一天走 你看 你儿子欺负的 不告诉他 告诉他 怕他们障碍 他们还有亲情 舍不得 他放下了 亲情放下了 这个事情 让他的儿子 媳妇的家人 对金宗更相信 做证明 你们原先知道 这场事 他来给你做证明 证明这桩事情 是真实的 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